年有两种读法 百话读法为泥 文言读法为莲 本集介绍文读莲的字词与例句 作为姓氏的年 闽南语采文读念法莲 少年念作笑莲 少年家是指年轻小伙子 念作笑莲鸡 少年人念作笑莲囊 破少年是指不务正业 贪图玩乐 行为不检点的浪荡子 念作破少年 傲少年是指体弱多病的那类青少年 念作傲少年 成年念作青莲 青年念作青莲 中年念作冬莲 同年念作冬莲 常用来拜年祝寿的课词 这是形容男孩子想要追求女性 所该具备的各项条件 一要有钱 二要缘分 三靠外表 四要年轻 老的老年轻 老的老不听 年轻的 是指老年人稳重 少年人莽壮 少年没要求,假老不加油 没要求,是不晓得打算,不晓得规划 假老,是指到老 不加油,是指不成样,无作为 这整个意思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吐伤悲 老郎不公告,少年不博步 翻译就是老人不讲古,少年不是宝 也就是说老人家不说话则已 一开口就会发现他们有许多年轻人不懂的知识和经验